有一個問題就說 這個Omicron真的是蠻厲害的 這個就是有人到這個銀行裡面 然後因為這要開戶 要拔口罩嘛 那他就只有他拔口罩 其他外面所有的人 都還是戴著口罩的 這樣也會傳染開來 一層口罩還不夠嗎 是的 我想這次的情況 大家看得很清楚 Omicron的這個傳播能力 確實比之前的Delta跟Alpha 要強大很多 這是我們現在看得到 從這次機場的群聚事件到今天 總共有75個人的群聚 從機場開始發展過來 但是你看喔 但是那個居服員 他到家中去照顧那個長者的長輩 就可以形成一個群聚 然後他到銀行去辦事情 那只是說短暫的 可能拿下來口罩 那就引起銀行的群聚 銀行的行員又到吸體去聚餐 引起另外一個吸體的群聚 所以我想呢 可以看得到這個Omicron的 這個病毒本身來講 他的傳播能力非常快 而且他的特性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觀察到 他的現在的情況是 他的潛伏期相對的縮短 大概兩到三天 那所以呢 在兩到三天的時候 他發病之前就可傳染嘛 所以變成說 你現在疫調跟匡列的速度 勢必要加快 才能夠追得上 他去傳播的一個速度 所以現在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指揮中心很清楚 就是說你們注意看 他現在有時候晚上就會公佈說 今天又有這個吸體的這個 裡面的員工已經確診了 那可能當天晚上公佈完 隔天早上或當天晚上 立刻就可以採取行動 這個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在疫調跟匡列 檢驗的速度要快過 這個病毒的散播的速度 有這樣的一個特性存在 但是回過頭來 我也要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我們觀察這一波從這個 一月份以來的這個桃園機場的 這個群聚的案例 跟去年五月的一個狀況 是截然不同的 怎麼樣的不同呢 第一個不同就是說 當時五月份 我們沒有人打完兩劑疫苗 對不對 可是現在我們有七成一億 70%的人都打完兩劑疫苗 換句話說 我們社會的整個民眾 已經建構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保護的 這個體系 來避免被Omicron的 這個感染 或者說感染後 避免重症跟住院的保護力 已經建構起來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觀察去年的 這個第一波 五月十一號 台灣的這個疫情 他在五月十五號以後 就指數情的往上去跳躍 因為當時的萬華 那個地方的群聚 看得出來是說 他應該已經在 那個地區 已經傳播一段時間了 雖然Alpha的傳播能力 沒有像Omicron那麼強 問題是你發現 他開始在那邊 傳播的時間 太慢了一點 所以才會造成 就是說你發現以後 後續有 將近一萬多的人 跟著就確診的案例 不斷的出來 還好當時我們 透過這個三級警戒的一個方式 在一個月又十天 就讓我們全國的病例 從每天一百例以上 那時候你們還記得 五月底的時候 每天都三百五百 那個情況 但是到六月 二十號左右 我們就降到一百例以下 然後就沒有再上升過了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情況 其實跟那次的萬華的疫情 是有不同的地方 那主持人剛才講了 是不是說這樣子戴口罩 一層是不足夠防備 看起來在國外的報導 確實是如此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說 你與其戴兩層的口罩 你可能戴不住 或者是說你戴N95的口罩 你更戴不住的情況 你不如把一層的 衣用的口罩戴好戴滿 然後呢把這個旁邊的密閉的這個 盡量不要讓它落空揣 不要把這個空氣會露出來的情況 你只要這個第一層把它打好 把它戴好 我相信也會有很好的一個 保護的一個效果 然後那另外呢 就有人提到說 那現在開始是不是說 尾牙就不要辦了 那我其實我是覺得說 目前Omicron的狀況 其實就是已經跟去年五月份不一樣 基本上你看 我們台北市現在收治了180幾名Omicron的 這個確診的病人喔 沒有一個中症耶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尾牙到底要不要辦 我個人認為 防疫就是經濟民生 跟防疫要取一個平衡檢 真的 在目前這個階段 我剛才講了 我們這75個病例 全部都是找得到關聯圖的 在圖上面全部可以畫得出來 包含今天的這六個確診者裡面 有兩位也是一樣 就是那個公讀生 他的同住家人或他的同學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尾牙應該還是 目前這個時間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辦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知道 我們一旦把這個經濟民生 把這個餐廳內容停止以後 會影響到非常多人的生計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一個 就是說他們CDC的這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領導人 也必須在疫情跟經濟民生 取一個平衡點 這個問題是 我覺得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 我們可以做一個